你有真正了解过张义吗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他 张义出生在1978年的黑龙江哈尔滨市 小时候的他不仅黑还瘦 过得十分不如意 从谢嘲笑他长得筹考进北京战友话剧团后 被评为班里最丑的三个男同学之一 被称为吕脸 当时就十五六个孩子 然后在其中有十一个男孩 经过票选 最后选出了三个 张义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在话剧团 他也结识了他的初恋 两人情投意合 但是因为部队不能谈恋爱 他们两个人只能悄悄地约会 但几年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张义去拜访对象的父母 他们对张义的评价 也是让网友们哭笑不得 他妈妈说张义不像演员 说他长得不好看 像大队会计 说张义的脸 让人一屁股不小心做了似的 由于两人被迫家庭压力 最终选择分手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女友在一次2004年的一次车祸中 变成了植物人 张义只要一有时间 就去细心地照顾他 但2014年还是离开了 一只蝴蝶恰好落在他的领结上 张义惊讶地看着蝴蝶 喃喃自语 一定是他女朋友来了 后来 张义遇到比自己大六岁的钱玲玲 她是一位央视播音员 离婚后带着儿子生活 在和张义相识后 给予张义很多的帮助 后来张义终于向他表白 最后将钱玲玲娶回家 对妻子也是向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 如今他信守约定 和妻子一心一意地照顾妻子 也从未出过半点绯闻 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他更是一位特别懂得感恩的人 而每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才会有机会成就一番不同反响的事业 对此我没有什么感悟 请打在公屏上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